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碗有三不端 亲友的碗不能端 不要和亲友合伙做生意 或者在亲戚手底下讨生活 古人说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越是亲近的人 越要注意分寸 尤其是关于合伙 钱财的事 一定要分清楚 合伙做生意 大家在利益分配发展战略上难免会有分期 一旦不一致 就会造成矛盾 只要一个不小心处理不当 就会造成隔阂 人心经不起考验 不要把自己的亲友暴露在高风险的环境中 才是明智之举 短平快的碗不稳 人到中年 上有老 下有小 稳字当头 别贪图一时的快钱 丢了自己的利身之本 在大公司做得好好的 突然见到有小公司的项目赚钱特别快 就辞职 扑上去 想要赚一笔 这种快钱 一般都有问题 人到中年 要沉住气 经得住诱惑 越高的收益 代表越高的风险 天上不会掉馅饼 遇到不明机遇 一定要注意分辨 切莫上当 烫手的碗不端 人到中年 最怕近身无望 这个时候 想去尝试一些棘手的项目 获得领导的青睐 这其中可能牵涉过多的利益分配 太多的人情事故 别人都不肯接 你也不要接 处处是雷的项目 只能费力不讨好 人到中年 经历大不如前 很多事情看似简单 做起来其实难了很多 把自己有把握的事情做好 一步一个脚印 才是最好的选择 财有三不发 祸害人的财不发 做人要讲良心 无论如何 不能通过祸害人发财 别人被坑了难受 自己良心也过不去 人在做 天在看 巨头三尺 有神明 损了应得 早晚要接受惩罚 借植物之变的财 不能发 遍地是黄金 一分本事 一分银 满世界都是赚钱的机会 就看你有没有本事 凭本事赚钱 干净明白 花得也踏实 可是要通过植物之变去赚钱 既要接受良心的谴责 也要接受法律的审判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透支三情的财不发 所谓透支三情的财 就是不顾家人 朋友 和亲人的感情去赚钱 天天加班不回家 再亲密的家庭 也要生出嫌隙 不要利用朋友 亲戚之情 去推销保险 项目 别人硬着头皮买了 钱是赚到了 关系却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家人要笑 对亲人要敬 对朋友要成 不要用情感去交换感情 不然老了只能后悔 人生在世 能陪你的就是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你不在乎他们 就只能剩下你孤零零一个人了 人到中年 债有三不欠 孩子的债不能欠 生孩子就要对孩子负责 对孩子的教育一定要上心 不能放任不管 停职任职 孩子长大了 就要参与他的职业规划 尽量让孩子完成学校到社会的平稳过度 如果孩子的教育出了问题 到老吃苦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孩子的债万万不能欠 父母的债不能欠 养儿方知父母恩 人到中年 自己养了孩子 才知道为人父母多不容易 羊羔贵乳 乌鸦反哺 人生在世最不能亏欠的就是父母 趁着父母还在 尽力报答他们 让他们有个舒适的晚年 恩人的债不能欠 滴水之恩当私永泉 自己曾经的师长 职场上提拔自己的领导 要懂得回馈他们 人生在世 要懂得感恩 哪怕只是一句温暖的问候 也胜过不闻不问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都是相互的 一个人只有怀有一个感恩之心 别人才敢放心与之交往 一个人懂得感恩 别人才敢信任你 才敢帮助你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